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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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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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记载 耶稣在受难的如月节前五日 掂着路进入耶路撒冷 当时很多来到耶路撒冷窝窃的人 拿着棕榈树枝去迎接耶稣 由高呼 大声赞美神 应验了旧约圣经里 石安居民要迎接君王 掂着路区来到的预言 后来教会就将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日 叫做中之主日 来到纪念这件事 由中之主日开始就进入复活节成周 犹太人的一日由日落开始 所以如果如月节是星期五 如月节晚餐就是发生在星期四晚 天主教就将圣周的星期四 叫做作祝星期四 纪念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为门徒洗脚 是一位劳伏君王 提醒信徒要彼此服侍 虽然今天有些教会 已经不再纪念这么多纪念日 但是圣经中的这种种教训 却是继续流传 受难日 英文叫做good friday 但是为什么是good呢 有人说good是代表虔诚的意思 也有人说 其实good friday应该是god's friday 也有人说 因为耶稣为世人死 而这个就是上帝给人最好的爱的礼物 所以就是good 今天在復活节庆祝基督復活 对于基督徒来说 是一件多么正常的事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在第一个復活节的时候 当门徒亲眼看到耶稣復活的时候 是多么震惊 在那个难以置信的清神 首先是几个女人去到耶稣坟前 却发现坟墓被打开 耶稣的尸体已经失踪 究竟是谁会做出这样的事呢 他们又害怕又难过 但是復活的耶稣出现在眼前 令到他们化惊为喜 而当时的门徒 也都没有期望到耶稣真的復活 甚至已经拿起愚妄 重操旧业 直到耶稣来到他们的中间 他们吓得不敢问你是谁 接着四十日 耶稣跟他们同吃同喝 一次过有五百多人见到 有怀疑的门徒还摸过他的伤口 事实令他们不得不信 过去有不少的人都是带着好奇 或者是怀疑 你要考察耶稣基督復活 是不是一个事实 但是从来都没有人能够提出推翻这个事实的证据 反而有不少的人就是被各种实证点醒 最后坚信这个事实 历史学将书信作为其中一种重要的文献 新约圣经收录在公元三十到一百年之间所写成的文书和信件 不同作者分别都提及到耶稣的復活 证明耶稣復活并不是后人所作的故事 犹太史学家约实夫在第一世纪末期的犹太古史里面记载 耶稣被判钉十字架 从起初就爱他的那一帮人一直没有离弃他 他死后第三天復活了 而曾经编写十三卷罗马史的牛津大学历史教授 Thomas Arnold认为有关耶稣生死和復活的事 证据十分可靠 在人类历史里面再没有一件事 好像耶稣死后復活一样 每一个细节都被公正的学者彻底研究过 我们都知道研究证据最拿手的可能就是律师 在英国有一个叫Frank Morrison的律师 他曾经研究过关于耶稣空坟墓的争议 他发现当时有很多人都提出各种的可能性 你要解释耶稣的尸体为什么会不在坟墓里面 试图否定復活 但是这些争议它是令我们可以肯定一个事实 就是耶稣的确不是在坟墓里面 Frank Morrison原名Albert Ross是英国的一名律师 他不相信耶稣復活 打算写一本书 来到永远推翻这个方言 谁知当他写到一半 他因为种种确实的证据摆在眼前 反而接受了耶稣復活的事实 最后他所写的书列出大量关于復活的证据 成为了护教经典 而哈佛大学法律学院最著名的教授之一 Simon Greenleaf 在此小检阅福音书作者的见证之后就认为 当时身受迫白面临恐惧的使徒 同性酸扬耶稣復活是不可思议 如果他们不是肯定耶稣復活这件事 没有可能会有这样持久的信心 任何人留意到门徒在耶稣死后的变化 都没有办法不感觉到震惊 他们一度四山否认耶稣 怕受到牵连 短短几十日之后 他一切出现在耶路撒冷和各地 面对几千人宣讲见证 信息只有一个 就是耶稣復活 人要悔改归向神 当时的压力和迫白 比耶稣死前有增无减 但是他们的心 却因为亲眼见到復活的主 而不再一样 他们从此改称耶稣为基督 基督或者尼塞亚的意思就是受高者 正因为亲身见证耶稣死女復活 令他们确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如言中拯救的君王 最后所有使徒都为了坚持 基督復活的信念而被杀害 教会今天仍然存在 世界各地每年仍然庆祝復活节 本身就是復活的憑据 试问一个谎言又怎可能推动到 二千多年的人类文明发展 耶稣在约大河受洗之后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最后耶稣因为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 犹太人的王而被判死刑 而祂的復活正是天上的父神 用大能再一次公开承认 耶稣是祂的爱子 是道成肉身的神 人因为有罪 所以必有一死 但耶稣带着全人类的罪进入坟墓 当祂復活胜过死亡的时候 罪就被留在坟墓里面 就让相信祂的人 都可以从罪里面得到释放 进入永生 耶稣復活标志着上帝救世 为这个伟大任务成功 一年一度的復活节 点醒我们 草物的主宰曾经成为人 进入历史 亦都为我们的罪而死 而且大能復活 过去可能你曾经试过 每天都像在做白日梦 没有方向 也没有目标 但是自从我们相信了 主耶稣基督復活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很精彩 也不再一样 我们每天就好像充满了 復活这个希望的日子 而我们每天都可以跟人家说 主耶稣基督復活的奇妙 所以在这个时候 很想跟你做一个祈祷 我们一起为耶稣的復活 而感谢神 主耶稣 多谢你为我的罪 舍身十架受死 又在死后三日复活 拯救我离开罪 赐给我永生 你是今天仍然活着的神 求你掌管我生命中的每一日 使我有力量 信心 和永恒的盼望 在地上过正直 圣洁的生活 有将你复活的好消息 传递出去 阿们